前文在族的书写上一回 话说知远有得 分别审问秦庆和吴广的老婆柳氏 又去现场验过诗 知道确实是误伤的 就吩咐将秦庆困起来 又回到衙门 坐在书房休息喝茶 思考案情 这个时候博人来说 老爷 李物求见 蔡有听见是自己的老师李物来到的 就连忙吩咐大开中门营业 各位 李物怎么会来到这处呢 原来那天 金甲同盘将秦庆压回院城的时候 街上很多人看热闹 刚好善龙信那个博人善俗 他入城买东西 一撞就撞到正 听说是做侠林出了命案 做到兇手 他逼过去一看 车上的兇手竟然就是秦庆 他大吃一惊 连东西都不顾得买 飞快地扔回去 连帽也扔掉了 回到二研装报告给善鸿迅听 善鸿迅他们三个人听 眼睛都大了 他问 善俗 你有没有看清楚 真是秦二爷吗 善俗 我看得清清楚楚 秦二爷就在车上坐 左右两边是衙门里面的金甲同盘两个班头 车尾还绑着黄标马 没错的了 的确是秦二爷 善鸿迅就说 哎呀 秦二哥为什么又在造壳林打死了人呢 那那那那那 哎呀 怎么算好啊 急得他拗头搓手 黄百当就说 善俗 走 我们快点打听消息 善俗 说 没错了 去找金甲同盘问 走 直影灯说 慢着 秦二哥既然是人命案 去找金甲同盘问清楚 那这当然是可以了 只要减轻我们二哥的罪名 就非要托元官的人情不可了 善俗 你就先去衙门找着金甲同盘两位 摸摸抵势 我呢 就和百当哥去找找李密大哥 李密大哥和官场有联络的 去求他和秦二哥想法子 他一定有门路的 善俗讯就说了 言底你说得对 好 我们分头行事 那黄百当借影灯就去找到李密 将秦勤的事说他听 就求他想法子 李密说 那没什么呢 这些说的资丸赛友德是我的门生 前一阵我还见过他 那我们去远衙门 找着他 跟他说说就行了 黄百当就说了 疑早不疑次 我们就立刻去吧 于是李密就带他们两个去县衙门 蔡志远见是恩师来到的 当然是公公敬敬地迎接 把他们请进书房坐下 经过介绍彼此就寒圈一番 李密说了 我今天有些事要来拜托你 请你帮我办一下 那他就将秦勤的事 跟蔡友德说 蔡友德听完就说了 是 本身正在扮着 做俠林秦勤 简伤人命的案件 这个秦勤和老师 是什么交情 李密就说了 他乃我一个怨亲 故此求延契你想我办法 行行行 既然是恩师的贵亲 门身怎会说不办呢 一定想办法开脱他 不过有一件 他这件是个人命重案 必须要上报 要等上司审核来定罪 所以恩师还要在太原府疏通好 这件事才好办理 好吧 这件事就老板言契你 切法子减轻他的罪 我再去太原 找太原侯李渊和他说一声就好办了 是 那缓身一于在秦勤的罪名上 减轻上报就行了 李密就说了 那就拜托了 我们现在想去见一见秦勤 不知道方便不方便 当然可以了 当然可以了 因为事后公爷去见秦勤 那李密三个人由差役带路 穿过二堂走去西厅 那这件暂时就不说下去 我们回头再说 善鸿迅和金甲同环 他们又是怎样认识的呢 大家都知道善鸿迅乃是二言庄的大财主 平时和官府有很多来往的 故知和衙门里面的人都很熟悉 金甲同环出外办事的时候 经常都住在二言庄的 善鸿迅对他们两个 真是走饭银钱招呼妥当 金甲同环有时 在背后也谈论过善鸿迅的 金甲就说了 喂 这个二言庄的时事 有些闲人来来往往 什么人都有的 其中必有古怪的 我看呀 这个善鸿迅是有点意怒的 同环就说了 我也觉得是可疑呀 不管他这么多干什么呀 我们去到二言庄 走是走 菜是菜 银是银 这一百就不会给八十的 他们又没有做过什么犯法的事 来得什么路不路 再说了 善鸿迅代我们认真没两句了吧 即使他有什么路 也不关我们的事 个个说现在这个念头 做人不要这么死板 是不是 金甲就说了 你说得对 不要这么死板 故事这两个人 和善鸿迅非常熟悉 好了 这一天 善鸿迅就带着四个家人来到衙门 找金甲同环 他们两个就把善鸿迅请到西厅坐下 经过茶 那金甲就吩咐左右的差役出去 他就说 善鸿迅 今天来这处有什么闭关感 善鸿迅说了 两位 听说你们这儿 收了个凶手秦颈 说是在做壳林打伤人命的 是不是 同环就说 是啊 善鸿迅你怎么知道的 不怕跟两位说 昨天秦二哥在我那儿出来 为什么今天出了一件这样的事呢 于是金甲又将秦庆 如何在做壳林 简商吾广的事 就告诉善鸿迅听 善鸿迅说 哦 这样是不是 袁太野那儿 我已经去托人和他疏通 就是下面的事 还要靠你们两位多点关照 金甲说 那当然了 还用你吩咐吗 二元爱 我们跟他 给钱入为公门里头的人 当然会关照的了 善鸿迅说 那就好奇了 想麻烦了两位 但是我见了一见秦二哥 同环说 二元爱 不如你在这儿等一会儿 我去请秦二爷来这儿 是不是更好 说完出去没多久 就把秦庆带来了 善鸿迅立刻上前走几步 拉住秦庆的手 说 哎呀 二哥 这次真是小弟害了你 哈哈 一边说 不过就流出眼泪 秦庆就说了 哎呀 这都是命中注定 怎么回言底的事呢 甘鸿迅说了 哎呀 秦二哥 二元爱 坐下慢慢地说吧 请坐请坐 那大家坐下 司同讯说了 二哥 你不用心急的 我已经派了白当和映登两位兄弟 去找礼物想办法 在上头疏通的了 下面呢 有金爷同爷两位关照主 二哥 你放宽心等候了 没事的 秦庆说了 这次真是麻烦各位了 正在说 李密和黄白当 借影灯三个人就来到了 李密就告诉秦庆 他立刻就要起程去太原文 李渊和他讲人情 一切都会顺利的 叫秦庆放心 秦庆当然是很感激了 那坐了一会儿 李密就告辞行先 善鸿讯呢 身边又拿出三个传接 一个是饭馆 一个是杂货铺 一个是钱庄的 都交代给金甲和铜环 他说 两位 这里有三个传接 二哥要用什么 买什么 就这三个地方随便拿就行了 跟着呢 又拿出一百两银 就对金甲铜环说 你们小二师 请两位分给这些兄弟 以后另有奉借 二哥住的地方 请你们安排一下 金甲说 秦二哥住的地方 就在西厅这些 不认识呢 善二元 你那三个传接 我们收下来了 总之秦二哥 想吃什么 用什么 开声就送到 那这些白两银呢 等着我分给衙门里面的兄弟 就是了 我代表我们的伙计 多谢了 二元 你住时放心 不要紧的 善红讯 看到样样都安排妥当 那才和黄白当 借影灯 和秦庆告别 翻车 之后呢 善红讯一得闲 就来到衙门的西厅 陪着秦庆 那这些呢 暂时放落不讲他 那话说 李敏去到太原 找到李渊 将秦庆 误伤人命的经过说了 求李渊 切法开脱他的死罪 李渊初时 觉得有点为难 但是李敏再三再四地狠求 李渊中止就答应了 他说 好了 等天堂院公民来到的时候 看在你的面上 从轻发落就是了 李渊就留在太原府住了几天 等到这一天 奴州天堂院上报公民来到 李渊看完就跟李渊说 天堂院的公民到了 不过这件是一件人命案 不将这个空反定罪就不行 既然是盐底的好朋友 就将他冲军了 李敏说 多谢兄长的成全 还希望发配一个近些地方之好 李渊说 近些 那就是幽州北平府 再将他发配到那里 港元拿起筆 就在公民后面 批了发配北平 就叫人拿去办理回民 并且请李渊把回民 带回到天堂院 李渊拿回民日夜 兼程赶回去 到了天堂院 确实连家庭都没有回 首先去县衙门 找金甲同环 刚刚那时 线农信就在那里 他们见到秦庆就说 秦二爺 恭喜了 恭喜了 就将太原虎托人情 免了死罪 就是定了个冲军的事 告诉大家 大家都很欢喜 金甲就问 李公爺 你知不知道 这次秦二爺要冲军 冲去哪里 李敏就说 我为这件事 特意求太原后 找个近些地方发配 现在定的 是冲军去幽州北平 金甲同环一听 当堂面试都变了 幽州北平 公爺 你怎么会叫秦二哥 冲军去果树 李敏看这两个人 惊慌失色就问 两位 为什么惊慌 金甲说 哎呀 公爺 你有所不知 凡是冲军去幽州北平府的犯人 都说要先去北平王府 领一百杀麦棒 哎呀 这个杀麦棒 真是厉害非常 无论你是铜皮铁骨 什么硬汉都好 打起来实死无生 秦二哥如果冲军冲到果树 豈不是实死无疑 咦 李敏一听 哎呀 那声连忙站起来说 哎呀 那怎么办 不要紧 等我再去托太原侯 请我另外定我 秦庆一手拉着李敏说 李公爺 这次已经是很费你心 我秦庆感激不尽 再要努烦你两次奔波 我实在过意不去 再说 太原侯已经批了回文 在公事上恐怕也难以变更 他说 就算我这次死在撒威棒下 也命该如此 李公爺 请你千万不要再去 秦龙信说 金爷 童爷 杀威棒既然是这么厉害 那我们在北平王那里托个人情 变了这个刑罚那行不行 童魂慢地顶头说 不行不行 这个北平王的性格 谁人不知哪个不晓 鐵面无私的 武情广的 谁想托他的人情 男上加难 侍龙信想着想着就说 这样啊 嗯 北平府那里我有朋友 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二哥武士 李公爺 这书你没事了 你去见阅太爷 那你什么就进去见知阅蔡友德 交代回文给他 金甲同环这阵时 有张秦庆那一包袱珠宝玉器拿出来 他说 这包珠宝玉器是秦二哥的 我们帮他收买的 现在二哥既然要冲军了 那拿着去也不方便 二元外你先拿回去 等秦二哥将来打完官司回来了 你再送给他 善龙信说 这包东西二哥已经送给你们两位了 那又不用我帮他收买了 那那两个人说 二元外说话不是这么说 我们如果要收下这个包袱 那就真的不够朋友了 那以后我们不够钱洗的时候 才问二元外你拿 善龙信说 那也好 既然是这样 我就帮二哥收买他先 那这阵时李柯就回来了 他说 蔡志远定了明天起戒 就派金爷和桐爷两位做长戒 秦庆说 既然是这样 李公爷 善言帝 你们都请回 善龙信说 好 二哥 我们明天见 港元就跟李敏告辞翻车 第二天早上 蔡友德升堂办公 将秦庆提到大堂 他说 秦庆 你的案 现在已经接到回民了 批定将你发配到 幽州北平冲军三年 奇门释放 你的马匹 和双减充公 你的银钱发还 由金甲同环压戒前往 金甲 同环 有 你们和秦庆换了行家就起戒了 是 秦庆叩头多谢了资丸 金甲同环过来 当堂和秦庆换了聚衣聚妇 长家行所 领了劳匪 带好公民 拿起水火笋 押着秦庆就走出院衙门 一路出了东门 就来到五里亭 只见善同信带着家人在那里等候 善同信连忙迎上来说 二哥起家的 小弟在那里和二哥你战行 于是将秦庆他们三个人 请到路边一间酒馆 找到个雅座坐落 金甲同环 立刻就将秦庆的家所除了 他说 二哥 你将罪衣罪苦一起换了 善同信仰叫家人把包袱拿过来 打开一看 原来包着几套质料非常好的衣服 秦庆就说 哎呀 炎帝 我个冲军发配的罪犯 怎么穿得这样的服装 一路走起来都不像样 金甲就说 秦二哥 你换了衣服他了 你看 连我们两个官衣都换了他 我们穿着便俯 我们这次就好像游山换水一路走 到了北平 我们再换衣服而已 做戏一路做而已 是吧 二元外 你说得对不对 善同信仰就笑着说 哈哈哈哈 说得对 说得对 同环说了 二元外 你放心吧 一路上 怎么也不会使得我们秦二哥 受跌那么多委屈的 知道这样 就唯有那些杀威鹏 二元外 你真是要激烈想办法才行 善同信仰 这件事交给我 现在我已经派了人分头去办事了 无论如何 怎么也要二哥 灭燃了这些杀威鹏就是 好了 三位换衣服先 我们喝酒 那秦勤他们三个各自 把衣服换好 就一起入籍喝酒 善同信仰 二哥 你这次发配 本来魏道爷 徐道爷 都应该来和二哥你战行 因为他们要跟我办一些事 所以就不能来 王姐两位贤帝 我派了他为二哥你分头办事去了 故此也不能来送行 你不要见怪 晋庆说 善贤帝 你这代我的情分 真是心如大海 我这次冲军去到北平 如果能够面打杀威鹏 那就好彩素了 就算你死在盼下 也命该如此 但有一件 我家 我家有老母在堂 实在使我放心不下 现在就奉托 言帝你照应 我秦庆就算是死在九泉之下 也都明目放心 说完秦庆眼圈一哄 神情非常难过 善同信仰说 你曾请二哥你不必忧心 你走了之后 我家的事安排一下 然后我就亲自去山东 和二哥你安慰娘亲 你放心 金童两位言帝 一路上就努烦你们 慢慢地走 不用急 是二哥未到北平的时候 我的人情必定已经托到 总之 求你们两位多些废心 金甲童华都说了 二元爱 就算你不祝福我们 我们都会这样做 你放心 二元爱 善同信又叫家人 拿出一百两银来说 这一百两银 是你们两位路上的女费 请你们收起来 金甲童华都说 我们带的钱够花了 够花了 不用付了 不用付了 秦庆说 两位收起他 如果不收 善言帝反而不高兴 童华都说 好好好 那我们收起来 多谢你 多谢你二元爱 港元就中一百两银 收埋在包袱里面 善同信说 二哥 来 我们再喝几杯 春敬华 提显娘亲 我实在 真的吃龙肉都没味了 我亦不喝了 起情吧 于是大家离职起身 金甲童华中包袱物件 什么好 走出酒馆来到大路 秦庆 善龙信 兄弟两人 灑类二别 善龙信 一直望到 秦庆 他们三个 走到不见人影了 才带着家人 回去二元葬 现在只说 秦庆 他们三个人 一路 他他 条条 走 有谈 有说 三个人 谈得非常 投机 这一天 已经进了河北地界 正顺着那条大路由南向着北走 走走走 秦庆突然用手指 说 两位贤弟你看 究竟什么事 金甲同环跟着秦庆指的方向望过去 只见东边一个树林外面有一匹马在吃草 旁边有棵大树有个年轻人在吊颈 两只脚就乱咬 眼睛看着就来没命 哎呀 有人丢颈 秦庆连忙发脚冲过去 双手扶着那人的屁股向上一躺 那个省肚就离开了那人的颈 秦庆将他轻轻放在地上 这个时候金甲同环也赶到迈来 要帮秦庆将那人的两只脚盘过来 又跟他拍一拍 秦庆一面用手揉他的胸口一面叫他 年轻人 年轻人 醒了醒了醒了醒 各位 这个年轻人是谁呢 究竟还有没有命呢 肉之后事如何 且停下回分解